返回自己的本性 所以他就必须承担业力 所以呢 台长待会会给大家问一些问题 你们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问 我可以当场告诉你们 然后呢 我当我刚刚有这个大功能的时候 我看到了我非常的激动 后来我又非常的兴奋 到了慢慢的我又转为很不安 因为我看到了原来人不会死的 我过去不知道 当我看到了人从肉身离开的时候 原来他还是这么个人飘出去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人不会死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还看见了天上的菩萨 天上的Angelo 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不需要 就是真正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 所以很多人学佛的人 很多人读书的人 不相信的人 请你们想一想 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少暗路是看不见的 对不对啊 想一想 你的手机为什么到了哪里都会响 有没有线 你们的那种transmit 那种发射 你们看得见吗 收音机啊 你们的空气离得开吗 眼睛看得见吗 所以必须要相信 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还想把这些看到的东西都告诉你们一点 能够让你们明白 在2500年的时候 佛祖就指示 就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 因为宇宙是由多媒体空间而转成的 所以那个时候 菩萨就告诉我们 有三千个星球 而人现在活在的这个星球 是非常的渺小 我们想一想 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物质世界 我们就要深入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 我们到了这个空间里面 如果望向 我们才能明白到了一个时空隧道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告诉大家 大家就明白了 当你在机场里的时候 在飞机场的时候 你只能会看到房子啊 看到很多的人 当你慢慢地飞越了机场 你会看到空间越来越大 当你飞飞到一万公尺以上 一万米以上 那个时候 你就看到浩瀚无边的云海 实际上 这个就是宇宙空间的概念 当你心胸越来越宽阔的时候 你就能够抑制住自己自私的心里 为什么很多人身体不好的时候 想不通的时候 叫大家外面走一走 看一看天空到一下海边 来开阔一下自己的心怀 医学界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台长叫大家懂得 我们人活在三维空间 三度空间 高次元空间是在我们的上面 还是在上面 实际上用现在物理现象来讲 就叫虫洞 实际上越望上 眼界越宽阔 越望下越不好越暗 这就是我们说的地埠地域 那么越望上 那么就是越开阔 大家知道不知道 做梦做到一个好梦的时候 你们开心不开心 我经常上去 所以你们很多人叫我看图腾的时候 你们最好说 卢台长我做了一个梦 看见菩萨 这是我最愿意看 我很快地帮你看 因为当我看了之后 我特别开心 我看见菩萨 又能看见菩萨 当你说 卢台长你帮我看看 我做了一个梦 今天晚上有一个人来看我 突然之间抓住我 我一看 这个人马上现在有钱 他不断要抓住他 他在我面前 手无阻挡 想一想 人一级一级地往上走 大家想一想 在西方极乐世界 有没有上等上品 上等中品 上等下品 有没有中等上品 中等中品 中等下品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有一个 我们说一级一级的 高次元的 那个物理现象在上面 用现在来讲 所以就犹如光子学一样 你们大家知道 有每个光点才能形成 一个大的光点 我们如果一个人 每天做一点好事 他就每天积累了一点光点 如果你天天做好事 不做坏事 你身上就会有光 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菩萨 每个 每位 菩萨 头上都有光环 为什么 这个就是 你不断地做着善事 不断地做着好事 那些 佛士 菩萨的事情 他会积累 那个能量体 爱因斯坦 曾经讲过 物质 能够转换成能量 当你在 拜佛的时候 虽然是个物质 但是它会 转换成一种能量体 当你在 许愿的时候 你拼命地说 菩萨 我从现在许愿 我放生 我不吃活的 我要吃素 这个时候 就会成为一种能量 让你有一种力量 在心中 你的思维会 豁然开朗 这些都是 很高深的 佛理 佛法 所以 要让大家明白 我们每天 做一点点好事 就是 你在积功累得 如果你一天 做三件好事 做五件坏事 想一想 一年下来 你是一个坏人 如果你每天 做好事 不做坏事 时间长了 你就是一个好人 如果你每天 不做好事 天天做一点点坏事 一年下来 你一定是个坏人 所以 希望大家 学博要点点滴滴的积累 所以叫积功累得 当我们每天在普度众生 在帮助人家的时候 实际上 你已经在人间 登上了极乐世界的阶梯 你已经可以成为人间的菩萨 你虽然每天做的是凡事 凡人的事情 但是要记住 凡人的事情 并不平凡 我们救人 就是最高 最好的崇畅 我们希望能够保持 这个崇畅 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 为什么菩萨这么伟大 因为菩萨 让我们找到了原生态 找到了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良心 我经常在广播里面 给大家看兔头 看兔头 我看兔头 他们打进电话来 那么我有时候 因为我有一次 有一个听众 打进电话来 他说 我看出他人发胖 然后我就告诉他 你的肠胃不好 肩膀酸痛 对对对 然后我还看到他 以前家里经常是虾 活得虾 然后我就还说 你的脚长有点肿 你的有一个指甲 长得特别的奇怪 结果他觉得很惊奇 我把这个录音放给大家听一下 好吧 你好 你好 师傅您好 你好 嗯 我是北戈德 咱们这有一个通修吧 也是指这辈子 拜年内 你好 三菲老代表 你好 三菲老代表 我不想 请问一下 一个66年的 麻 大家注意啊 稍微偏胖一点了 哦 对对对 很少人帅 呵呵呵 我告诉你肠胃不太好 对对对对 还有两个胳膊 两个肩膀胳膊酸痛 我先想问一下这个 这个胳膊胖是怎么可以导致的呢 还可以导致的还是 嗯 哦 嗯 那就是再想问一下 家里的气场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厨房里啊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啊 吃了太多的 过去那种 一条一条荤的东西啊 太多了 哦 那我明白了 你好 以前这个厨房里整天啊 他们会吓一大方的 嗯 对 我怎么这么腿啊 我吃 啊 麻烦了 还有准的呢 还要讲几两句吧 嗯 好呀 经常发肿啊 脚啊 脚长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还有一个指甲长得特别怪 哈哈哈哈 我都骗到你自己的看法 哈哈哈哈 吓死你吧 我都看得到你 哈哈哈哈 什么都看得到啦 小兮兮啦 哈哈哈哈 我都在我面前都聪明啦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你自己要 你这个人啊 对人家好起来 是偷心偷肺的 跟人家闹得不欢乐 把人家罵死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好听心情话 开开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台长在 广播里 每246 就是 啊 全世界的人 只要打那个电话 都能打进来 打进来 开展呢 当场就给他们看 所以呢 有时候呢 我们学佛做人呢 因为我们呢 追求幸福就算了 也罢了 问题呢 我们总是在于 我们往往追求呢 要是比别人要幸福 那你就不幸福了 所以要知足常乐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呢 要放得下 实际上 实际上 人都是有冤结来的 今天 有冤的来报 冤 有仇的来报仇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经常讲啊 啊 是孩子生出来 就是讨在鬼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我们要 化解 化解 我们就慢慢的 能够在现实当中 来 解决 这些问题 因为 台长看 图腾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人 都是前世夫妻 因为今世 他们还是做夫妻 只不过两个人调换 所以现在 为什么很多女的 脾气越来越大 因为他们上辈子是男的 为什么很多男的 现在娘娘腔 像女人一样 因为他们上辈子是女的 很多的女人 他们上辈子 修心念经 这辈子能够投男生 很多的男子 在人 很多的男的 他一般都是做很多的坏事 所以他这辈子就投女生 大家想一想 现在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老太太多 还是老头子多啊 对了 知道为什么吗 想一想 现在学过的人 是女士多 还是男士多 女士多的话 所以学过的人就活得长 男士就活不长 所以懂得这些道理 人就慢慢会越来越明白 不要吵架 哦 原来我们是冤家 台长看到最多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妈妈跟儿子 前世是夫妻最多 所以当孩子 儿子一生出来之后 妈妈像有个恋人一样 马上把老公 老恋人就扔掉了 所以爸爸都吃醋 大家听个懂吗 所以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妈妈爱自己的孩子 胜过爱丈夫 你知道心肝宝贝 所以为什么等到儿子长大了之后 妈妈就不让你让他娶媳妇啊 所以婆婆为什么跟媳妇关系搞不好啊 因为这个媳妇是来抢他妈妈的恋人啊 这就是为什么的道理 台长经常告诉大家 我们要懂得学会开悟 很多人说佛法真的是很难啊 我们很多的法师啊 经常跟大家讲啊 要放下 要开悟 他们讲得很深啊 那么但是呢 台长告诉大家 实际上呢 什么叫开悟 我们要心中没有委屈 我们不难过 我们不苦闷 我们不烦恼 我们想得通 想得明白 就是开悟 有什么可以想不开的 年轻轻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想不通 现在还有吗 人到这个世界 不就是随着一生啼哭 带着一生的烦恼 最后无奈地离开了 有什么可以想不通的 在想不通的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也就忘了 很多的女孩子到我这里来 经常说她要自杀 有一个女孩子刚刚失恋 到我办公室 龙台长 今天你帮我看看 我还能不能跟她好 如果你说不能跟她好了 我出门就去撞车 你说傻不傻 我就跟她讲 小妹妹 你先听我讲完 然后你出去再撞车 我也不管你 因为在澳大利亚法律啊 自杀没有责任 大家听到了吗 但是问题 如果你让她自杀了 你就有罪过 我们学佛人 台长一边跟她讲道理 问她 她真爱你的话 她说爱不爱你 很爱我 爱我的话 她为什么会离开你啊 她说为了更好的爱我 你说连这种话 她都相信 你说这种女孩子傻不傻 我就不断地跟她讲 然后我就请菩萨在她的身上浇了一点净瓶水 然后她慢慢地冷静下来了 等到她冷静下来了之后 台长让她走了 一个星期之后 她跳跳奔奔跑过来跟我讲 我说台长你好 我说小姑娘 你怎么不想死了 这种男人 我为她死之的吧 人不就是一个理念吗 开悟了 想通了 她不就什么都没了吗 很多人说烦恼吧 我烦了 烦死了 你知道怎么会烦的 就是你自己去烦 你才接到烦的 你自己去想烦恼 你才会烦恼 你自己去 经常去碰烦恼 你才会烦恼 如果你不去碰他们 烦恼怎么会来找你呢 所以要懂得 开悟之人 永远不要烦恼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如果这个人说 我学博了 我开悟了 这个人就是没有开悟 说自己不开悟 他正在开悟之中 所以这个人说 我已经完全开悟了 他一定没有开悟 所以我们学博 学到后来 说自己连开悟都是空的 所以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佛法就是让人开悟 人的根源是什么 人心是根 行为语言 就是你的缘分 所以去度众生 要用自己的缘 所以佛法界叫 有缘众生 你们今天来的人 都是跟佛有缘分 如果没有缘分的 可能今天正在做饭店里 秧茶 很多人可能是在跳disco 他不可能到这里 来跟我们接人 所以自己要懂得 生是克 心是主 所以很多广告 就特别的会吸引人家 你们知道那些广告商 都会做广告 说 哎呀 大家知道吗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大家知道吗 心动不如行动 他就知道 你如果心一动 你就会去买他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知道 修行就是修心 我们修心就是修行 如果修修心心 行行修修 那你就能修成佛信 这个呢 大家 另外呢 谈谈告诉大家 生气生气啊 其实气是自己生出来的 不生 你哪来的气啊 一个人如果你不去生出来这个气 你哪会有气啊 你看看我们很多高僧大人 他们有时候 他们为什么不生气啊 我经常跟你们讲一个笑话 就是说 有个法师 他们在庙里 夫妻两个在做义工 那么夫妻两个吵架了 那么那个跑过去问一个法师 说法师啊 我的太太坏啊 在家里做什么做什么 她对我很不好 法师你说这个人好不好 法师说 嗯 你说的对 他回去啊 你知道吗 法师说你不好 说我说的对 你怎么怎么这么不好 他老婆一听 啊 这怎么可以啊 明明是他不对 他就啪啪啪也跑到法师里 法师啊 你知道我这个老公 怎么怎么怎么不好 他怎么讲了半天 那法师说 你说的也对 结果他回去说 哎 法师说我也对啊 两个人回到家还吵 吵完了之后 我们明天一起去找法师 看他怎么说 两个人跑到法师那里 哎 法师啊 你说 他怎么怎么 你讲了半天 嗯 你们两个说的都对 为什么 在人间没有对错 只有因缘 人间哪有什么对错 想象一下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对的 现在是对不对啊 很多过去认为错的事情 现在是对的 很多过去认为对的事情 现在是错的 哪有对错啊 很多父母亲为了孩子付出多少 大家知道吗 付出了一辈子的爱 他们得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得到 最后离开了我们 这就是缘 这就是因果 哪有对错啊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 我为了什么 我嫁给你 我吃这么多的苦 不为什么 因为缘分 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们学佛不要去找弃生 因为吵架的人 以为都是自己是对的才会吵架 如果有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对 他就不会吵架了 因为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对的才会吵架 所以佛菩萨告诉我们说 至高无上的佛法就是心啊 而正物的心就是法的心 涅槃的心 所以修心我们要改变人生 就是打开心结 用明心开悟 我们要积心积佛 我们才能得到佛性 所以佛在你们的心中 我们不要捧着金饭碗再去讨饭 希望大家能够开悟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就像我们一双手一样 每个人都有一双手 为什么他会弹钢琴 而你不会 只要你去学你就会 所以把本性开悟显露出来 你就是人间佛 佛就是人 佛就是众生 众生即是佛 开悟的人就是佛 而不开悟的佛就是众生 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 佛陀当年在很早在印度期间 他有一个弟子叫阿娜 佛陀跟阿娜两个人正在路上走路 突然之间走到那里看到路上有一坛金子 就是过去一定一定的金子 那个佛陀看到金子之后就冲着阿娜说 这是一条毒蛇 结果阿娜马上就说 是佛陀 是毒蛇 两个人看也不看 一边就走过去 走了不远 来了一对农家父子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孩子 两个人走过去 突然之间看见有这么一个 一个坛在里面有金子 哇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啊 突然之间一看 哇这是金子啊 哎呀发达了 我们解脱了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成为妇人了 开心的不得了 把金子抱回去 抱到家里之后 开心的 拿出几顶金子 到市场上去买东西 但是过去的金子 全部上面刻有名字 或者刻有一些皇家的 因为这盘金子是一个小偷 在被皇家偷出来 从被皇家追赶的时候 放在马路边上 他们农民不失智 拿出这个金子到市场上去 一看金子上都刻的那种 像凹陷的这种东西 结果呢被人家抓到官府去 过去又没有什么律师的了 人章俱祸 杀头 当他被绑在那里插着那个旗子的时候 要杀头的时候 他们才说 我们现在才知道 佛陀为什么说这盘金子是毒蛇 把他们咬死 所以我们要懂得 我们不要起心动念又贪念 人不能贪 一贪念头一错 你的因果就开始变化 大家听得懂吗 如果我恨这个人 你心中就会滋长出一种毒素 所以心态不好的人 他会滋长出一种毒素 所以长期心态不好的人 他会慢慢的会生恶病 所以经常嫉妒人家的人 经常不开心的人 他一定会生病 过去大家想一想 诸葛亮三弃周瑜 结果把周瑜气死了 大家想一想 林黛玉忧郁成病 难道自古以来 不就是心 不就是心态